台上的两位老师 在座的各位贵宾 大家好 欢迎参加国科会 我来想一下是科技部 还是国科会 人文沙龙讲座 这个讲座的目的是 为了让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能够推广到社会各界 所以在几年前就开始了这样的巡回活动 效果良好 广受欢迎 就邀请到了我们人文学界的很多的大师 有到金门到马祖到南部到东部 各个地方来做这样的巡回讲座 今天我们在最好的场地 邀请到两位最好的语坛人 还有主讲人 来跟大家谈 诗心未始 子代唤醒 让我们做生活诗人 对这个题目 我个人充满了好奇跟向往 特别是所谓的生活诗人 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词汇 却带给我们无限的想象跟期待活力 那今天的主讲人是颜昆阳教授 颜老师在我们学术界可以说是英雄级的人物 他近六七年来那个著作的生产量 可以说是最为鲜明的 那他的最近的著作应该是谈这个中国传统的诗用学 那即使他涉及的几乎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的所有重要领域 他都有相当独到的 有启发性的见解 我们今天很期待 他用多重的身份 他另外的身份是 他也是很杰出的古典诗人跟现代散文家 所以他本人的文学创作 跟他的学术研究的成果 都是可以相互碰撞 然后来谈这个诗人可以说谈这个题目可以说是一个不二人选 另外我们的语谈人是蔡英俊教授 蔡老师现任清华大学台积电荣誉讲座教授 他也是我们古典文学界 大家很敬仰的前辈 他的进座应该是在政大出版社出版的 讲这个山水自然美感的专书 那么两位应该都是老朋友 而且对这个议题也都是相当有心得 虽然蔡老师说生活诗人 这个概念可能他也很期待 看听阎老师怎么谈 那我们是不是就把时间交给阎老师 谢谢 各位朋友 我坐在上面 看下去 看到这个 很多青春的脸孔 还有成熟的脸孔 所以我刚才已经用我的私性心灵 感受到一种温暖 看到了亮光 跟我们社会的希望 那今天我这个演讲 陈国荣教授跟我联络的时候 我没有搞清楚状况 给他一个非常专业的 专业到恐怕专业的学者也未必见得我 完全弄懂的一个题目 后来我才说人文沙龙 人文科普 那这个是一个通式的东西 所以我那个题目不行了 就赶紧给换了一个题目 这些早期的主编策划了很多这种 一般所谓人文科普 人文通式的这些书 英俊就帮忙还写了 那个大概中文学界很多有名的 这些学者当年都是 在我的号召之下都一起来 为我们整个人文的学问 怎么能够推展到整个广大的社会 做过努力了 这个是三四十年前的光荣的历史 已经过去了 五十年前了 很多都还没有出生 几年前我指导的博士生毕业了 在大学里头担任助理教授 有一天他问我 他有段时间非常地彷徨 他问我 老师我们做这个研究 写这种论文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 我当下有点愣住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过 因为我这辈子从小 那么国小 初中高中 一路读到中文系 就是傻傻地去读 喜欢读的这些文学作品 傻傻地去做这些研究 写这些论文 从来没有去想过 这个有什么用 但是学生问了 我还是要想一下 用这个字 光用这个字 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 或者是中国哲学当中 非常核心的一个字眼 这个词汇 因为整个中国的思想 就用四个字可以开关 就提用相及 就是提用相及 因此整个中国一定要讲提用 所以用那个字绝对不是我们今天那么简化的 只是把它当作技术性的使用 说那个电脑很有用 什么东西是没用 这样去理解那个用 那你就完全不了解文化 但是我想我们不需要讲到那么高深 我把它缩小到中文学术 就是作为一个中文的学者 那你去做文学研究有什么用 第一个 我想我们还是不否认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经济生产 所以读到博士总还是要拿个文品找工作 那能够养家活口 这是经济上的基本的用 但是假如要就经济的效用 人文其实经济的产值是非常低的 要赚钱就不要去读人文啦 坦白可以这样讲 要赚钱绝对不要去读人文 因此读人文一定有超越经济生产 超越金钱之上的某一些 你认为是你的理想 你才会选择人文 不然真的不要去读人文的东西 那第二个 作为一个学者 学术研究 至少在我们小众 就是学术界 台湾的中文学界算一算 恐怕都顶多一千人吧 大学教授大概算一算 也不知道大概一千人左右 就这么小的一个学术界 请问你写出来这篇论文 这本书能够对整个学术的发展 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有没有改变整个学术史 那这个就是有用 那假如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 还像一粒沉沙掉到水里头去 那真的还真没什么用 现在的论文生产量化 期刊论文 那比我四十年前三十年前多得多 但是我必须要讲 台湾的中文学术衰退 绝对是衰退 因为拼命写一些期刊论文 但是我们看不到一些很有体系的大叔 所以这个时代没有大师了 已经没有大师了 那当一个时代没有人文大师 那这个时代大概就是人文就在衰退了 所以中文学界假如要怎么重新去反省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是被集体宰治了 整个国家政府用很多制度去集体宰治 因为两年一次的评鉴 两年一次的评鉴 跟你算账 那就是你有几篇期刊论文 那标签 那些期刊就先评鉴好 这个贴着CI A级 B级 C级 那你在A级里面 你发表几篇 那你算是人才 是吗 一个学术人才可以用这样去衡量吗 这是量化跟标签化 那一旦一个学术人文学术标签化量化 学术就是在衰退 是在衰退 这个是一定要严重翻行 因为我们人文的学术的这些制度 都是被那些搞科技的去定出来 我不是跟这些搞物理化学科技的去打对台 而是我们的制度从来都是他们定的 我永远没有去思考过 人文的特性到底是什么 我是讲真话 不怕得罪任何人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一定要去翻行 有用没用 人文只有你给出很宽阔的创造空间 人文才有希望 人文才有希望 所以这是我一定要讲的真话 第三个当然是 人文的学术 我们以前不叫学术 学问 人文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 它不是一种专业知识 关在大学象牙塔里面 每天关在研究室对着电脑 然后在图书馆里面翻那些固执堆 生产一大堆 一般人看不懂的这些东西 人文的专业化 就是人文精神 人文素养的衰退 整个社会没有人文精神 没有人文涵养 尚从最高的领导者到一般 没有什么人文素养可讲 连讲话都一点伦理也都没有 这么混乱的一个时代 整个人文衰退到那个地步 为什么 那你可以有很多原因 政治的原因 科技的原因 一切都过于科技 犯科技化 经济的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人文学界 自己本身缺乏一种时代感 没有时代的存在感 整个社会文化 到底变迁到什么地步 关在学校的研究室里头 完全不懂 完全不知 有些甚至连报纸也不看 连电视都不看 不关怀时代 没有时代感 自己个人没有生命感 完全没有生命存在感 活着意义在哪里 人活着价值在哪里 没有使命 没有理想 这样的一个人文学者 又走不出校园 你能影响谁 所以我想 我这段话讲得非常痛心 因为我们今天 眼看整个台湾的社会 但是你又很无力感 可是这是真的 所以有用没用 学者 人文学者 要走出校园 走出研究室 走出讲台 走出图书馆 走进更广大的社会 能够把你的手学 消化 融通 不是专业知识 而是一种人文思想 能够 不管是演讲 不管是民间讲学 不管是写书 都能够对我们广大的社会 代引 某一些 做一个前人应该有的 一些涵讲跟条件 我想我今天的这个演讲 不是专业的东西 难免还是有点专业 后面的讲纲里面 还是有一些专业 不过那个专业 我尽量把它画到 不要引经据典 所以我今天的讲纲里面 没有史料 没有文献 但是都是一些宏观式的东西 但是这个我想 我们还是需要 OK 那我们就 还是有一个讲纲 引言就引言 刚才我讲过了 主要要强调一点 人文学问的本质 是关乎每个人 不是我 不是这些学者 在座所有的人 人文的学问 是我们在座 走出台大校园 更广大的社会 所有人 哪一个人不需要人文 学理工的就不要人文吗 那还像个人吗 现在台湾不像人的太多了 穿着衣冠 但是真的不像人 从讲话开始 你就觉得他不像个人 我想因此他是一个 关乎每个人 生命存在经验 及意义价值的智慧 是作为一个全人的基本的涵养 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 我们今天大学里面的通试课程 为什么那么样被轻视 认为都是营养学分 难道不读人文的那些理工的商管的 都不需要这些东西吗 通试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涵养 他不是专业知识 但人不能只是做一个专业 只有专业技能的人 那跟机器没有两样 那你会比得过AI吗 机器人就比你强了 你还要做人吗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整个是 时代是非常迷思的 非常迷思 专业分工导致我们连做人 一个基本的人都做不来 我想这个时代是一个 非常悲哀的一个时代 经济产值 经济的一个所得 拉高到多高 我想都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我必须这样说 那些在选总统的 希望能够听到这些话 不要老是讲那些有的没的 那么因此它要具有主体性 跟实践性 人文的学问 假如失去了主体性 主体性是我 我 我的精神 我的心灵 一个人文学问 一旦已经丧失了 它的主体性 跟实践性 要去做 不是只有知识 要去做 日常生活里头 你所行所为 至少要像个 人的样子 那么不能只是当作 客体化的 专业知识 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把人文的东西 都当作只是一种客体 就像科学研究 它只是个客体 它只是一种专业知识 因此整个人文的学问的主体性 跟实践性 完全丧失无疑 这是人文衰退 最重要的关键 我们自己反省 就不需要那些 搞理工 搞政治那些人 我们自己要反省 OK 生命的存在 有三个成位 这个我们研究杜甫 研究李白 你要搞清楚 杜甫 李白 是活在一个立体的世界当中 立体 它活在唐代 唐代有唐代的社会 唐代有唐代的文化传统 整个文化传统走到唐代 是个什么样的文化 杜甫 李白 是活在那样的一个 社会文化的世界当中 他也要面对大自然 他友善万水 他一样要面对大自然 杜甫李白 有他的心灵世界 有他的心灵世界 然后 他用他的心 去感受他的整个时代 去感受他自己生命存在 所遭遇到的困惑 一切的喜怒哀乐 然后用文字把它写成诗 因此最后给我们就是诗 但是他已经被符号形式化了 他变成一个符号形式 各位 我们要了解 语言是在表达人的情意 但是语言是表现 同时是遮蔽 它会遮蔽住 把你遮蔽 因此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读古典诗 在研究古典诗 怎么看一百遍都还是那一堆文字 完全没有进入到语言形式深层的那个地方去 深层的地方就是诗人所面对的自然世界 诗人所面对的社会文化世界 因此做学术研究 没有历史语境 现在很多人做学术研究 没有历史语境 你没有那个能力 没有那种历史想象力 能够把一首诗 做情境回归 什么叫情境回归 把这一首诗在 用你的想象力把它回归到 当初诗人怎么样 把这首诗做出来了 他所面对的 当下的那个 生命的存在的一个情境当中 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心里在感受什么 他的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有 我们只是用文字解文字 人文的学术假如用文字解文字 死亡了 经典死亡 用文字解文字 经典一定死亡 一定 所以 人文的学术要有一个立体世界的 这种观念 我们自己活在立体世界 我们今天不是在一个立体世界吗 有时间有空间 那为什么诗只是一个文字呢 因此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座人文一个很重要的盲点 史料一堆 理论一堆 那就是原点不读 做诗研究的人 请问诗经读了没有 处词读了没有 读几遍 汉卫乐福读了没有 读了几遍 魏晶六陶诗 唐宋诗 读了多少 你不要说变读了 变读是骗人的了 但经典总要读过嘛 那作为一个诗学研究者 历代的诗的经典之作 都没有好好的反复含勇 朝夕奉勇 你还能做诗学研究 我就不相信 到最后 也不过只是史料堆砌 这是史料在堆砌 要么就从西方搬一堆理论 原点不读 没有体会 没有感受 没有心得 就把史料堆一堆 理论搬进来 做个框框 这样就是在研究诗 他写出来也不会是一堆 符合现在的 期刊审查的那些格式化的东西 死的知识 死的知识 不是活的学问 所以人文学者要反省 下面我说 心是直觉感悟的 诗性心灵 很多人弄诗经学 可能弄了一辈子 还是没有把心搞懂 因为诗经学 你假如不懂笔心 那你诗经学不要搞了 笔心到底是什么 不见得真的弄懂 不见得真的弄懂 心最原始的意义 不是后来的 笔心寄托 那种理论 心最原始的意义 只是人 人的本身的直觉感悟 直觉就感悟 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面对大自然 面对这个社会世界 感悟起情 你看到四季变化 春夏秋冬四季变化 你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你假如已经活到 连四季变化都没有感觉 你是麻木了啦 你这个人还是人嘛 不是人啊 你看到社会的这种乱象 整个台湾社会 现在这些的现象 你一点的感觉都没有 你不会忧虑 你不会觉得为台湾的前途感到 一种忧虚 麻木了 所以古典诗 他们怎么创作 创作的动力从哪里来 只有八个字嘛 感悟起情嘛 原始而发嘛 感悟起情 原始而发 就是心啦 就是心 一种心就是一种感 一种隐身 你内心的一种感觉 被外物隐身了 没有外物来到你面前 没有外物到你面前 你的心灵本来是平静的 那忽然有外面的世界 发生了一大堆事情 那四季变化就触动了 引动了你的心 那个叫行 那连这个最初的意识 假如搞不懂 那变成一种脱离了 一种人的感受的 最初的这样一种感受的意义 变成只是一个文字上的理论的话 心的意义也死掉了 也一样死掉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 把它都还原回到一个最初的意义 心是起也 发也 感悟起情 原始而发 就叫行 这是最初的意思 那个彼性寄托 变成一种符号 辟语 那是比较后面的事情 汉儒解释之后 汉儒开始搞事经以后 才会变成那个样子 OK 心必生于感 而感 我们在座哪一个人没有感觉 假如说你没有感觉 那你真的是就麻木了 麻木不然 感又因所感的对象 因为感都有一个对象 以及所得到的内容 而有声感 我们各种观能 声音 用耳朵你的听觉 去听各种声音 所以古代为什么那么重乐教 音乐的乐教 因为音乐真的会可以成为一种涵养 成为一种涵养的这样的一种东西 我们现在只是把音乐当娱乐品 其实古代对乐没有看得那么简单 那么因此深感 还有情感 因为诗总是在抒情研制 所以里面的情谊 当然会让你感动 诗里面也很多会有道理在那里面 所以有一些诗是很有理趣的 其中会有很多人生哲理的 这个时候我们读这首诗 会忽然了悟了 读木末芙荣花 山中发红恶 见乎及无人 纷纷开解落 你讲禅讲了半天 这首诗的禅力怎么去领悟啊 它有禅意 那你怎么去领悟 那么因此这个地方有理感 所以心因为你的对象不同 可以有这三种的感的一个结果 下面我们说 世性心灵是人与生而聚的初心 最初的那个本心 这个初不是指远古时代的初 这个初是生下来 一降生下来 还没有被我们后面这些教育 所污染 所扭曲掉的那个最 纯尊最远初的那个心灵 叫初心 明代有个礼着武礼子 讲的叫同心 就是那样一种初心 最纯真的那种心 所以你知道 孩子 小孩子的生命就是一首诗 他没有太多那个知识填塞 我们今天所有诗心都是被我们的教育填塞 太多那些 那些知识啦 填鸭式的填了一堆知识 所以那整个诗心全部被埋住了 被埋掉了 所以它是最原初的一个初心 直觉感悟 人都有一个直觉感悟的本能 是个哲学宗教的心源 人类为什么有诗 因为有这个诗性心灵 人类为什么有哲学 还是诗性心灵 因为哲学最原初还是直觉的感受 哲学不是搞到后来那么多理论 让你看都看不懂的理论 你去读那个康德的三个批判看看 看你读的懂读不懂 那个是完全专业化的 但最原初的你去读读苏格拉底 柏拉图那么时代的哲学不是这样的 那么因此一切人类的文化的发展 都是往后越来越知识化 越来越理论化 越来越知识化 但是最远古时代的那些东西都不是这样 因此哲学的原初的产生 还是人对整个宇宙最直觉的那样一种感受 所以仰观天文复杂地理 古代的先生先前投入整个自然世界 仰观天文复杂地理 从这个地方窥见天道 天道不就是哲学吗 那是怎么来的 观察完全是直观 直观来的 那么这个宗教 宗教当然也是 绝对是原初对人的生命存在的那样一种无常感 人的生命存在的有限性 所以人类开始去找寻永恒如何可能 因为无常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永恒如何可能 因为有限 所以我们才去想 那无限如何可能 宗教从这个地方开始产生 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人本身所具备的一个 最原初的一个新的源头 人类原初的生命存在 人类原初的生命存在 就是以这个动物所没有的心灵 我们称为叫灵性 文心尿龙的原道篇 称他叫做天地之心 这个就是天地之心 人心和这个天地是通的 叫天地之心 这原初就是这个东西 因此才创生诗歌哲学宗教 而且最原始的学问 孔子孟子他们那个老子他们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哲学诗歌 这个什么宗教这种分 这种把一个学科一个学科 切成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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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化切到手手碎碎 就是汉代以后才有的 先前时代是一个什么都混融一体的 所以每一个思想家 同学的是诗人 也是宗教 虽然没有宗教的仪式 但是你要知道 儒道两家的思想是有宗教性的 它只是没有仪式化 但是它是有宗教性的 因此最原初的这些学问 没有分科到我们这个地步 我们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 过度专业分科 也连我们中文系都已经专业分科到 让你不晓得该怎么办 搞小说的不懂诗 搞诗的不懂小说 搞哲学的不懂文学 搞文学的不懂历史 哪有人是这样 你问孔子 孔子什么都懂 那个叫伯通 人文学问是伯通的 因此假如说 我们今天中文的学术 要能够真正再让它兴盛起来 我们学院的教育是要重新思考 需要分科分到那个地步 硕士班就开始 硕士班就开始 各一小块可以活一辈子 这样的去训练人才 没希望 所以我讲得非常激动 会骂人 所以这个诗歌 诗宗教哲学 是人类智慧的三盏明灯 三盏明灯 我写过这一方面的文章 三盏明灯 诗性心灵之一 就是情境直觉 一种情境直觉 具有存在感 观赏心 跟同情心 三个特性 第一个存在感 我举个例子 指在川上 诗者如思 诗者如思福 不舍作业 论语里面这一句话 我们从中学开始就要读论语了 请问这一句话 读到这句话 各位 会把孔子当作 只是一个圣人 孔子站在河川上面 直观直接看 眼前这一条滚滚奔流的河川 他忽然当下直观感悟 说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诗者如思福 不舍作业 诗者是一切消失掉的 宇宙之间一切消失掉的万物 就如同眼前滚滚的江水 这个是一个非常异象化的一句话 请问这是不是诗 这是不是诗 这当然是诗啊 我们现在对诗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 因为你现在对诗的认识 只根据他到底有没有评证 有没有押韵 这是不对的 这格律只是一个形式啦 符合格律 烂到不行 根本完全没有一点思维的作品多得很啦 因此是诗不是诗 不是一个形式格律的问题啊 是他写出来的那里面的那个情谊 内容 到底是不是一个诗的质地 有没有诗的质地 所以我们对诗重庆要思考 因此各位要了解 站在河川上的那个孔子 当下他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圣人 一个哲学家 一个思想家 他就是一个诗人了啦 孔子在讲这句话的当下 他就是诗人了 生活的诗人 可以领悟了吧 那四个字没什么难懂 诗本来就在生活之中 他已经是诗人了 同时他也是个宗教家 一切宗教也是从这句话出来的 因为人生无常 我刚才讲过 无常 所以你才会想要 如何去求的永恒啊 人生的有限性 生命是那么短暂 活也不过七八十岁 那永恒如何可能 所谓的哲学 宗教 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嘛 要不然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宗教 不要去拿香 就要期盼 让我的大家乐都能够种 那不是宗教啦 那不是宗教 所以孔子 师者如师父 不舍作业 这个是师性心灵的 产生的作用 OK 黄温 下面 黄温 诗说仙语里面 黄公北征经金城 见前卫 郎也使众流 黄温要去北伐 中原 北征的时候 经过金城 大约在今天的镇江 江苏镇江那一带 他以前在这里镇所在这边的时候 自己亲自种了一排柳树 他北伐经过这边的时候 已经过了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后 幼苗已经长了 那个所谓石尾 就是可以核爆 那么粗的一个柳树 他当下 凯然 目有如此 人何以看啊 盘之直条 渲染流泪 这段 多动人啊 黄温是什么人物啊 非常骁勇的一个人 杀人无数耶 猛将耶 权力斗争里面 他是站在高层的权力 斗争当中 还曾经想办法要 除掉谢安耶 幸好谢安很机智啊 很镇定啊 不然那一天 谢安就被还文给杀了 而这样一个人 这一刻 他竟然会流泪 这个是生命的存在感 对自己个人的生命的存在感 一种存在感 人假如无法面对自己生命的有限性 面对自己将来一定会死亡 以为可以永永远远的 你很多事情都会看不透 今天假如给你 你现在预知你只能活三十天 你只能活三十天 你整个人生观马上改变 原来拼命在追逐的 你觉得算了不要了 钱有什么用 好久没看到妈妈了 赶快回家看她 只剩三十天 我都会去看她了 一切被你忽略 被你舍弃掉的 这些东西 立刻变得很重要 一切你在追逐的 马上变得不重要 人 只有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 面对自己人生的有限性 你的人生观才会真正有一个真确的反省 环温在这个时刻 他已经不是一个猛将了 环温在这个时刻 他已经变成诗人 他讲了一句充满诗意的话 这一句绝对是诗 具有诗的子弟 因此 于光宗先生 曾经因为 现代诗 我们唐娟坐在那里 现代诗 有一段时间 其实现在还是一个问题的 什么是诗 什么是散文 怎么分 所以苏少年写了精心的散文诗 就有人不以为然 还有什么散文诗 诗就是诗 还有什么散文诗 那因此诗到底是什么是诗 因为现代诗已经没有格律了 我们只会依照格律去判断是诗不是诗 那没有啊 我们诗可以分行啊 跨行啊 分行跨行就认诗诗吗 所以那时候吵来吵去 于光宗先生有一篇文章当中 就举了这个故事 举了这两句 他就说 这两句 是诗 因为当时候他提上一个观念叫 诗指 本质的指 诗指 这两句是诗 他同时对举了 高氏一首送他的朋友 去到湖南那个地方做官 最后两句 圣代基金都语录 现在是一个圣代 天子圣名 圣代基金都语录 暂时分手莫愁愁 于光宗说 这不是诗 我非常同意 因为前面几句写得不错 这两句结尾写得非常烂 为什么很烂 讲假话嘛 朋友被贬了 心里都恨得要死 还要歌颂一下皇帝 圣代基金多语录 你们暂时跟我分手 告别去 而不要愁愁 讲假话 诗一讲假话就不是诗了 技巧再好 押韵押得太好 也都不是诗 对 虚光宗这个见解是对的 所以 这完全是诗性性的 可惜啦 黄温对他这时候 他当下这个感慨 我称为他叫灵光一现 大概维持不了两分钟了 眼泪擦干以后 刀枪拿起来 立刻开始又上战场杀了 回到朝廷一样全力斗争了 因此这个叫不能持之以恒啦 一个灵光一现的心理 没有办法能够持久 变成他的情操啦 变成他的人生观啦 所以到最后他还是 一个历史评价 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所以我想 但是我们用这个例子来告诉 那就是这种存在感 你没有存在感 你不能当诗人啦 真的啦 这个观赏心啦 庄子犹以豪梁之上 说娱乐 那就是私性心灵的发用 庄子秋水边 庄子与慧是 由于豪梁之上 庄子曰 愁与初有从容 是愚之乐也 这很有名的一段故事 我想不用多讲 那跟慧师就开始变起来 慧师是用逻辑头脑 在看这个问题嘛 那当然他就整个数学家啦 或者这个符号逻辑啦 或者是科学家去了 他当不了一个艺术家啦 那庄子是诗人啦 庄子在桥上讲这句话 观赏那个语处的时候 他是个诗人 虽然他不是做那个格力化的事 但是他就是诗人 这句话就是诗啦 就是诗啦 观赏心 我没看到 愁与初又从容 我们只有一个念头 捞起来 到鱼市场还可以卖不少钱 回家还可以煎来吃好吃啊 你这样想 你要这样 看到鱼就是这样想 一辈子也当不了诗人啦 所以这个就是 诗就是这样来的 同情心 这个很重要 陶渊明的此义仁子 就是诗性心灵 萧统的陶渊明传里面 陶渊明为彭卓令 不以家累治水 送一粒给其子 这个文言文 虽然文言文 大家应该都看得懂啦 他去彭卓令的时候 没有带家卷嘛 就一个人去上任 那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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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孩子还在家里啊 所以他就送了一个 一个同仆 小孩子的 这个苦力嘛 帮人家服务的 给他的孩子说 你旦夕之费 那么自知为难 早晚的这些 这种生活的 这些都一个人 没办法去做了 所以我就派遣这个人力 来帮你去看才挑水 此亦人子也可善于之 这也是人家的孩子 你要好好对待喔 这句话让人感动啊 我们今天在树道 孔子的树道 你可以讲一大堆哲学 理论可以讲一大堆 这句话就够了 这句话就够了 孟子讲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陶渭明用行动 用他的行动去 用行动来表示 就是这句话 此亦人者 善 人性的善 从这里看 刚才观赏心是一种美 真善美 诗没有真善美还叫诗吗 所以 多好 一个小说家各位大概也都知道 陆巧 他除了写《魏安歌》之外 他有一本 在台湾大概三四十年前吧 还蛮畅销的 书名就叫人子 就叫人子 就是从这里来的 很好 所以这个就是 诗心心灵 会表现出这三种感受 诗是从这里来的 从这来 这些文献 很多人在用 但我保证没有人像我这样活用 没有人能这样活用 因为他们都已经被专业卡死了 孔子那句话只有在儒家思想里面去 做一些哲学的解释 从来没有人把孔子当作诗人 讲这句话的时候 孔子的诗性心灵在当下是这么样的活用 所以史料每个人都在用 看你怎么活用 人文的学问要活用史料 那你怎么能活用史料 用你自己的感受 用你的思考 我在读这个史料的时候 我不是只看文字 我几乎就化身为孔子 就像孔子一样 站在那条河川上 看着滚滚江水 我就想像 我站在滚滚江河之下 我会有什么感觉 我会有什么领悟 要这样去读诗 读史料 史料不是一堆文字 OK 下面我们说 思性心灵第二种是情境连累 那这个关系到创作跟阅读 物事都可以兴 外在世界一切物所发生的任何事 都可以引起你的感受 你的思考 所以思性心灵 直接契入到实际存在成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将自然世界 我们面对自然世界 面对社会人文世界 都是情境 我不用环境这个词 因为环境是客观的 情境是要有主体心感受 所以每个人说感受 台大的校园 每一个人感受出来的情境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的建筑都一样 栽的树也都一样 这些硬体都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走到校园里面 你内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试着看看 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这个才叫情境 情境 那以直觉感悟 用直觉感悟 把情境连累 类似的两个情境把它连在一起 而来产生一首诗歌 就变成文本情境 变成文本情境 这个是一层一层 那么这叫感悟起情 源世而发 所谓有诗歌的创作的动力 你为什么会创作诗歌 你不要无病呻吟 你要有感动啊 那个动力 纸料 纸料就是题材 题材怎么来 题材怎么来 所以诗经简单一个例子 诗经里面 官官居居 官官居居 在何之中 就是自然情境嘛 看到大自然嘛 自然情境嘛 要料淑女 君子好求 这是社会人文情境嘛 这个君子 这个匹配淑女 君子追求淑女 这两者之间 有类似性嘛 因为官官居居居宅 在有之中 是大自然 鸟类在求偶嘛 咕咕咕咕这样叫在求偶嘛 因此 诗人 原始时代的诗人 看着大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景象 他就去联想到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这两个情境 这个叫星 那因为它有类似性 所以星常常会带比喻 辟喻嘛 所以星往往带比嘛 叫星而比 星是由他感悟起情讲叫星 但是因为它类似 所以叫比 它有类似性 诗经里面的比星 几乎都是这 都是在一篇诗的前四句 前两句写景 后两句叙事写情 景跟情之间 它有类似的一种联想 我们人的心理 我们人的心理能力 有一种叫联想力 联想力有两种 一种叫经验联想 一种叫做类似联想 这个就是类似联想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星嘛 那阅读 诗可以星直接诵读 是个诗性心灵 契入文本的情境 我们阅读是直接读到作品 作品是用语言去写出来的 是一个文本的情境 但是你用直觉感悟 这个文本当中所隐含的 某种生命存在的意义 并且和读者所身处的实存的一个世界 我们在读古典诗的时候 古典诗的作品文本当中 是一个诗人所面对的 他的一个存在情境 我们读者自己有当下的面对 当代的时代情境 这两个情境之间 你要能够去连累在一起 要把你自己的存在感 你的存在经验 要代入到作品里面去读 这个跟科学研究不一样 科学研究是要拉开来的 主客是拉开来的 但是人文的经典 尤其诗的阅读 是要把你的主体 你的心灵 你的存在经验 你的价值观 是要代入到 契入到 作品里面去 跟诗人对话 交换存在感 这个才是在阅读 才是在阅读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 就往往会把 诗里面的意义 跟我们现实人生的意义 产生一种连结 所以孔子在教 学生就是这样教 所以这一段也很有名 《论语》里面就是子供曰 平儿无产 父儿无交 如何 此曰 可曰 为若平儿乐 父儿好离者也 那子供所讲的那个境界 当然没有孔子所讲这个境界那么高 孔子讲的这个境界是比较高的 所以子供就 听到这个道理 就马上让他联想到 诗里面这一句 这个是《卫风》 《诗经》《卫风奇奥篇》里面的句子 《如缺如错》 《如主如谋》 《其诗之未语》 在打磨这个玉石的时候 在打磨这个骨脚 那个牛骨的骨脚的时候 是精益求精嘛 就是这样 人生的境界也是要这样 精益求精 他就这样把人的那一句 所以阅读这样才是个享受 不然你在阅读什么呢 为了考试去背诗 都痛苦的事情 这个就对 讲清楚了 就是这个意思 底下这些比较学术 我就不用讲太多 因为时间问题 心与诗 诗可以兴 诗性直觉 注意到 孔子讲 兴于诗 诗可以兴 这在论语里面出现 很多搞论语的搞了一辈子 还解释不清楚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心与诗 什么叫诗可以兴 不懂 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都会从 那个后代的 那个创作 创作 彼星寄托 后来的那个彼星的意义 去看论语 你就看不懂啊 孔子那个时代 没有作诗的问题 孔子在上课 不是在教学生作诗 所以他不是一个 从作者 从彼星符号 那个角度 那个立场去讲心 是从阅读的效果 读诗 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你要读诗哦 诗可以让你心哦 可以来引发 启发你的情感 启发你的意志哦 是阅读的效果 我们今天大家不是诗人 你也不需要去做诗了 那你总可以读诗吧 对不对 早上起来 吃完早餐 现在无事 孩子都去上学了 你与其上网去 那些网红 看那些东西 按赞赞赞赞赞 不如就 从这其中两句诗就让你领会到 以后我不要对待孩子那样子 太严格了 你看要给孩子一些空间 体悟啊 诗里面有很多人生的一些智慧 这个就是行 心语诗 孔子的心语诗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知道诗教 大家不要看到诗教马上脸孔就严肃起来 以为就是教条 把诗教弄到教条 那是后来那些很烂的诗人搞出来的事情 做一些什么奉誉 政教奉誉 然后又是教训 那全部都是一些八古文的东西 诗教被弄到简直腐烂不堪了 原始的初教是孔子 诗教在周代有公家官家的 有诗人的 诗人的诗教当中是孔子 孔子诗教主委是一种情境教育 他就是一个情境教育 把学生带入到诗的情境里面 诗是一种情境 把它带入到诗里面的情境 让学生从诗去得到启发 所以直接诗读诗歌有深感情感理感 自得于心 所以古代不管老庄不管孔孟 他们在传道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注意到 他们传道都只是一种启发式的 引导式的让你自得于心 自己去领悟 自己去体会 有所悟有所体会 才能改变你的人生 它不是哪一些教条 道理塞到你的脑袋里面去 你一定要接受我这一套理论 不是 启发 这自得是很重要 自得于心 新发读者的情志 涵养性情的效果 那底下诗教开始被弱化 那这个我念过就好 诗教第一阶段转型弱化在 汉辱兼筑诗经 他由教就变成学 他变成一种学术 诗歌开始被知识化了 那么成为专业的诗学 所以汉代人的诗学 毛诗 齐鲁喊 三家诗都是诗学 而对一般诗人的情境教育 也变成对统治阶层的说诗 所以说诗就变成在说教 那么以寄托奉剑之志 而政治行为 他变成一种政治行为 第二阶段转型弱化在 魏晋开始 诗人的创作 文人的创作 就一种专意 诗变成一种专门的一种技艺 那么由阅读涵养情性 而变为创作 用笔心寄托奉裕之志 称为封雅诗教的传统 这个已经不是诗教的初意了 第三个阶段 诗教完全迷蔽在唐代 师父取诗的科举制度 诗变成诗人取得功名利路的专意 诗的创作非常盛 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否认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 不管量跟值都很高 但是我们会发现 唐代那个考试失败的人 诗都做得非常好 杜甫就是啊 杜甫考试都没考上啊 他考上他大概诗就没做到那么好 李白也一样啊 没考上啊 没考上科举啊 诗才做那么好 考上科举去做官 做官以后诗大概就做不好了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师父取诗 这科举考试 师父取诗有利有弊 你不能说完全是错啦 但是还是有弊端 那么诗变成诗人取得功名利路的专意 诗的创作极胜 同时产生大量的诗格 所以很多有人就专门去研究诗格 就跟我们今天大专年考 一定会出现一堆这个 咒文一百分 什么这些东西啦 都是这样 完全就这样 诗的创作开始技术化了 而诗教完整的弥壁 虽然有复古的呼声 但是文化变迁的趋势 不可逆反扰 到后来历代一旬 诗学专业知识化 后来的发展大概有两个方向 诗学专业知识化 诗创作技术化 就是大概宋代明清以后的诗人 大概都是如此这般 也没有什么诗教可言 这一趋势 变本加厉 组建孤化 所以诗教最初的 原初的意义就亡诗雕 那第六 诗学专业知识化 诗意亡诗 诗创作技术化 诗性心灵 就休眠了 那第一个 宋代渐兴各家诗集监著之学 到清代即盛 我们知道监著诗集 这个宋代开始大声 所以杜甫的诗 号称千家柱 从宋代就开始 千家柱 拼命都在柱那个杜诗 那这个 到了清代 这种监著学 即盛 诗学专业知识化 走到极端 然后整个清代受到 全家宇匠 整个学风的影响 考据之学 史学 史学大兴 考据之学大兴 所以就变成 这些人都是 以文献考证解释 以史实解释 以政教奉裕的意识形态解释 动不动就是 笔经寄托 根本没有 胡扯八道 所以那个程康的诗笔性间 十手里头 八手都全部讲错 全部都是笔经寄托 全部都是穿着附会 冯浩姐那个李商隐诗 简直整本是花了二十年 写一本李商隐监著 能看吗 我讲李商隐诗 在三千教育中心 讲了两年的李商隐诗 李商隐诗我研究了二十几年 我最后就把清代这一批建筑 一直到张耳田 全部要解构 垫覆掉 重来啦 整个李商隐诗 假如不能把清代冯浩 到张耳田等等这些建筑整个 重新解构掉 重新来过的话 李商隐诗已经死亡掉了 李商隐诗到这些人手上 李商隐诗的意义全部不见 已经死亡 我一定要把李商隐救回来 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实在是 全部一首诗都是在做考证文献 考证 注意本诗 一首诗只有绝句 没有几个字 后面引的史料比那一首诗更难 哪有注诗是这样注的啊 注一首诗是要让你 因为你的注 我们读得懂啊 你注的半天 让我们读得更不懂 为什么需要你注呢 奇怪了 所以这个清朝人兼注文集 全部是学旧 我称为叫学旧之学 清代只有几种诗学 学旧之学了 文人之学了 俘虏之学了 这就这种学了 那学旧一大堆啊 那张尔田的那个 哇 他就注底下 那一须兴师 就是联谱会间 看着你的头大 现在我们很多人研究 这个张尔田还顺着讲 清代可不可以研究 清代思学能不能研究 当然要研究啊 学术史你不能跳过去啊 但是你要批判的研究啊 你不能老是照着讲嘛 顺着讲 清朝人怎么讲 我们就跟着怎么讲 学术怎么这样做呢 质疑的质疑他 批判他 选择他 讲对了保留 讲错了全部少掉 这个才是在做学术研究 批判的研究 可以 我们现在不敢批判 为什么 因为现在批判 审查会不通过 现在的审查制度害人 害得要死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敢讲这个话 因为我们论文都要被审查 我是年纪大了 没关系了 所以我不怕了 所以我当了批判了 都批判了 批判年轻人 不 慢一点 年纪大一点再批判了 我们都害了你们了 所以现在诗创作技术化 导致明经语降 诗创作的论争焦点都在法 所以你知道 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到明代以后 大概只剩一个字就是法 就是法 都在讲法 葛调派或者复古派 跟公安派 正在证据查到查去就是法 没有别的法 就是在讲法 所以就是技术问题 我看很多在监筑那些诗 监筑里面全部讲的是章法 章法技巧 起程转合 讲那些东西 全部是技术的东西 诗人的一首诗 他内在深层的存在感 他的整个生命的一种存在经验 他的人生价值意义 整个诗境全部不见 只看到一些技术 技巧性的一个解释 所以那种监筑不要看 那害死你了 所以到最后 文士的诗性心灵渐弱 为作诗而作诗 所以为文学而文学 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话 鲁迅他们搞出来了 为艺术而艺术 为文学而文学 把艺术跟人生结成两段 中国古来没有说强调是在为艺术而艺术 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都是下等的啦 游戏笔墨啦 游戏笔墨 人生跟文学是不能断开的 我们相及不理喔 及人生而文学 文学跟人生不是一到两段的东西 相及于人生 有感受有思考去做文学 哪有人是只占为文学而文学 所以为文学而文学 这种诗都是下等的诗啦 为作诗而作诗 炫技而作诗 因此很多不心而作 无事而发 同时解诗也都聚焦在法 偏重形式技巧 而作者的诗性心灵 以及生命存在体验很少有体会 解一首诗完全体会不到诗人的生命存在 这仍然是专业知识化解诗的解诗 从解诗的学者到做诗的诗人 诗性心灵激进修眠 诗人所感知的生命存在意义 迷必不明 讲到近现代 我们都在近现代 我们在座全部是现代的学者 我讲的这些话会骂到很多人 被我骂到的 不要怪我 不要怨我 反省 被骂反省 反过来想想自己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脚是这个样子 那就改变啊 你怪我干什么 你为我干什么 不要怪我 OK 近现代诗学研究大体延续清学 学者都以文献考证解诗 以史诗解诗 以形式技巧解诗 以意识形态解诗 大陆的学术界 这种古典诗集的建筑 重新整理 做 喜欢做一些极品 极柱 史料文献的整理贡献 我们成论非常大 他们所做的那些工夫 帮我们做研究者 先去做好这些史料的收集 但是 建筑一本诗集不是这样简 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建筑的文学观念 诗是什么 诗的意义是什么 等等一个基本的一个建筑一本诗集的 你需要有的文学观念 有没有 一家之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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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一本诗要能成为一家之言 你建筑度诗 建筑理商与诗 你要能够有一家之言 要不是把史料多在一起 凑在一起 增加篇幅 就是要建筑一首诗 当然我说他们是有贡献的 谢谢他们 跟我们收集这么多资料 我在写论文 还是要参考他们这些 提供的文献资料 但是这 不是我们 假如说中国古典诗文集的建筑 要转型到二十一世纪 代表我们这个时代 对古代经典的诠释学 要重新立出一套 真正二十一世纪的诠释学 要立出来 才能够开始展开 对中国古典诗集文集的重新的诠释 成为一代的学术的风格 而不是把清朝那一代 同样搬出来做 这一定要反省 所以这个 那甚至于很多受西学影响 理论先行 我这些年对理论先行大为不耐烦 第一首的诗没有读 直接的经典一遍都没有读透 不要说叫你读十遍百遍 一遍都没有读透 自己对一首诗都没有领会 因为没有心得 你就把一个理论套过来 帽子照下去 放到你的框架去解 这是在解释吗 这种在我们今天很流行 因为我们太受很多西方的 我不排除西方 我必须坦白承认 我完全不排除西方 而且我对西方是很了解的 西方理论我大概也都 我不是专家 但是西方理论我大列都读过 大列都读过 诗其大体我都做过 清楚了解他们在讲什么 只是做一个参照 西方的东西只是做一个参照系 对照 而不是把它套过来 这是我们应该要反省的 受西学影响 理论先行 以特殊理论框架解释 而诗的原点反而被忽略 以诗学为专业的学者 诗性心灵薄弱 假如在座的研究生 有人是未来想要去做诗的研究 我诚恳地劝告 第一个功夫 先好好把经典的诗 真的摆回读 从诗经开始 处诗开始 汉卫六朝诗 唐宋诗 真的 经典的诗 好好涵勇 因为你只有透过这样的一种阅读 你才能把你的诗性心灵丰富起来 你才具有一种诗感 那叫理解力 理解一首诗的能力 是一种诗性心灵的感悟力 你用诗性心灵的感悟力 读一首诗 除了文字上有艰难 查一查字典之外 那首诗的意境 你再读一下 马上就进去 马上就有领会 有心得 你有心得你才能跟理论对话 那个理论讲的对不对 你才能跟理论对话 不然你完全被他套死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在本末倒置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不应该 又很少能广读深度历代诗歌的经典 不能反复含勇深度理解而自得于心 在写作之前先要有创建 写论文之前对原点要有创建 古典诗学却沦为文献堆砌 理论套用的诗诗 古代诗歌经典的争议 却已经亡诗了 那么学院内的诗学如此 学院外呢 社会变迁 高度政治化 科技化 经济化 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媒体 每天吵吵嚷嚷 全部都是这些议题 文化全部都不见了 我看很多报纸可以花四版去 报一大堆那种娱乐新闻 对于一些比较和文化有关的 那种新闻大概都看不到 很可悲啦 就这个时代 所以全面垄断人的存在价值 人的私性心灵普遍休眠 人的存在已进入完全没有私性的时代 心灵只剩下欲望素质 以及各种标签向外无限追逐 却干枯空虚价值失落 热闹但很孤寂 我们现在每天都很热闹 但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孤寂 但是我们不能绝望 所以底下我们要来一点希望 私心未死只待唤醒 让我们做个生活私人吧 私心心灵 私人与生而聚的初心 只会休眠不会死亡 可待唤醒 诗 从诗性心灵而生 那么从日常生活而来 离开生活没有诗 而表现在纸上 成为诗的作品 故而先能做真实的生活诗人 才能做优秀的纸上诗人 这些大诗人都是如此 他们都因事而存在的生活诗人 又都是最优秀的纸上诗人 生活诗人跟纸上诗人 这两个名词是我铸造出来发明出来的 我们英俊 我的老朋友老要说 昆扬就是喜欢自助尾词 我的学术论文里面 自己铸造的那些数以一大堆了 因为你新的一种创建 当然要有新的语言去表达 所以我很多年前 就提倡生活诗人这个观念 那时候我还为《故乡》出版社 《汉玉社演》 为《汉玉社演》出版社 还策划了一套的生活诗人系列 邀请了陈姓慧 简遵 《康来心》 《曹淑娟》 我自己也写了五六本 就是叫《生活诗人》 就是把诗能够导入到我们现代生活 那么里面去 那么叫《生活诗人》 那书很畅销 那现代常人不一定要做个会写诗的指向诗人 因为诗都专业化了 像唐娟写诗 我们也不一定要跟她一样会写新诗 我是古典诗人 台湾也算相当重要的古典诗人 但也不一定要跟着我学诗 但是我们总要让生活有些诗 现代人不一定要会写诗 人人可做个生活诗人 让日常生活活出诗性 还有存在感 观赏心跟同情心 今天这个场合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孩子 没有去找一些好玩的刺激的 还来听这种演讲 有诗性心灵 他们的诗性心灵还没有休眠 一定我们时代还是有希望的 孔子诗教的初意可以再现吗 这我当作一个问题 孔子诗教的初意 初意再现不是照搬 不是把孔子那一套照搬过来 而是他的精神 孔子的诗教的那个基本的精神 他的那种方式 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可以去试诗 诗可以兴 我们是不是一样可以做到 诗可以兴 兴于诗 只是有心人日常生活之中 可以不为功利的意图 而不把诗当作自己生命存在体验 无关的客观的知识课题 而自由自在的读诗 朝夕奉勇自得于心 含有自己的性情 滋润自己的生活 其实都是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除了一般饮食男女 工作必要的一些之外 你还有没有一些时间可以 不管到哪里去走走 郊外也好那里去走走 或者家父进去走走 你说这个古诗里面 风定花游落 鸟鸣山更幽 你坐在那里静静的都可以观赏 风定花游落 鸟鸣山更幽的这样一种美感 不必喝酒也不用打牌 这个美感可以吗 你可以像孟浩然一样 可以去享受一点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其鸟 你会告诉我不行 因为我要上班 假日的时候也还可以吧 你可以跟杜牧一样 停车坐爱风陵晚 霜夜红雨二月花 开个车子到家外走走 停车坐爱风陵晚 霜夜红雨二月花 你能不能像王安石细数落花 因作久 因为数着落花 所以就在那边坐了很久 缓寻 芳草得归齿 因为出去找一些好看的草 所以回家回得晚 那你会不会有时候也很有同情心 可以像杜甫一样 珠门酒肉抽 路有洞死骨 能够同情同情这些穷人 我想生活里头到处都是诗 它不一定要用押韵的形式格力去写出来 那这样就是可以成为一个 因此我底下提了一些问题 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不讲答案 因为这是我们可以共同思考的 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人文通识的问题 学院里研究诗学的学者 要如何涵养自己的诗性心灵 能在阅读古代诗歌经典时 直气诗境 含永生物 自得于心 做出有生命有性情 有存在感的诗学 而不只是靠文献堆砌 理论套用在研究古代的诗歌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在座有很多可能是研究生 那这个问题丢给你们 可以去思考一下 第二个 古代诗歌作为大学通识教育的教材 要怎么去教 才能与专业学术的教学不同 而能启发学习者的人文知识 因为通识都开在中文系以外的科系 他们都不是专业的一个诗学 因此你对外系去讲 用诗去讲通识课 要怎么教 很多都照样把自己的专业 搬到通识课去教 那绝对学生全部睡着 全部听不懂 所以通识的诗的教法 跟专业是不一样的 假如我们在座有人是 在通识课程开的是诗 重新去了解一下 要怎么开 我到高雄医学大学去做过 人文通识怎么教 诗怎么教的演讲 好像在我严坤阳文学馆里面 那个录音档有 那时候还没有录影 在东华大学我都有讲过 通识课要怎么教 因为我们现在都搞不清楚 通识跟专业怎么分 那些物理系的 化学系的老师 开通识也是讲成专业 不是科普 科普不是那样讲 不是那样讲 所以专业训练到 脑袋都死掉了 整个脑袋都完全死了 完全不晓得 怎么脱离一个专业的思考 而变成一种通识的思考 读书不通就是这个样子 第三 受到西方教育理论的影响 情境教育也是一个新的趋势 不过重点还是在知识学习 这个现在很流行 大陆很流行 台湾现在很流行 我的朋友在教育系里面 他们现在也搞情境教育的理论 都还在研究理论 孔子的诗教的初遇就是情境教育 以示涵养性情逃住人格 现在以示 不是只有古典诗 空柄对待 现代诗也包括在内 现代诗也应该放到情境教育当中去做 那么作为情境教育的教材 有可能吗 有没有可能 现在国中都有读书 都有读书课 国中有些课都有排那个读书 读书课 那读书课怎么就好好的去 不要敷衍了事了 怎么好好利用那个课 是否可能如何实施教育主管机构 有关注过这个问题吗 假如我们现在教育 永远都还只是在治愈 连美愈都不是 我们现在治的体群只剩一个治愈 那个治愈也只剩下怎么把课本能够背熟 去应付大专年考 整个台湾的中学教育 我坦白讲是非常失败的 非常失败 没办法 我们也非常无力 第四 古代诗歌如果经由现代化的诠释 创新编辑的形式设计 而依借现代化的传媒工具 成为大众人物涵养的重要资源 我呼吁我们中文学界 比较有心的这些中生代 年轻代学者开始去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老了 当年我跟英俊教授 我们以前在博士班时代 就开始在做这个事 就开始在跟出版社之间活动 合作做这个事情 那像当时长桥出版社 那时候叶果良 何继鹏等等都参与 当时长桥出版社 光是江南江北那一套书 销售多少 几十万册 那那出版社赚钱不用讲了 但是这种东西也是传播出去 让我们现在一般的 不是中文系出身的 也能够读得懂古典诗 所以年轻代应该要重视这个事 而且现在的一个传播媒体更发达 网络很厉害 这种现在传播工具要善理利用 无劳已不能用也 假如让我再倒退三十年回来 我绝对是一定要领军 那么到整个社会去 好好应用这些媒体 真正把我们的一个 这些这种古典诗 这些古典的人文的一些 可以让大众接受的东西 经过转化 转化成一个现代话语 不要把那些文献只要堆一大堆 人家看不懂了 你要消化啦 那不要消化 然后用过一种新的一种包装 新的形式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可以阅读 可以去受到一个涵扬 好不好 我今天讲到这里 敬意 对不起 占用你的时间 OK 谢谢闫老师 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感受到闫老师 截断重瘤的气魄 还有那个直气本心的这个精神 接着我们有请蔡老师来做对话 姑娘 主持人 还有各位 那个当 国荣教授写信给我说 我要参加一场人文沙龙 然后他告诉我主持人是正宗老师 你大概给你力气要拿出来 因为你刚刚我还在震撼在你的演讲的气氛底下 所以我要懒懒置疑 然后又听到又是昆良要主讲 我当时就比较放心说没有问题 因为呢 一位是现代诗的作家 一位是古典诗的作者 同时是一个诠释者 所以我想呢 我来参加这个呢 其实我都不是 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创作的经验 可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中文学们 在整个学术发展底下的一些进展 我大学的时候 所以我刚刚跟姑娘说 我们认识是50年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跟在他后面 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几个人 然后呢 最有趣的 我就要讲一下 我们那时候的成长的学术的环境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所以各位要面对的问题 跟我们在当时候呢 要处理的问题是完全不同 我就是跟在昆雅后面 然后呢 当时候有陈文华 然后我们跑到张孟基家去 然后张孟基很喜欢跟学生吃吃饭 所以我就这样 在那样的一天 现在的研究生 有没有奢侈到说 有一天呢 就跟几个老师就这样子 丰呼舞语这样子 不做任何事情 就听他们集会谈 我还记得我大三的时候 还要拿个诗集去问 大师的学长说 诗到底怎么读 可是在那样的交往的过程里面 那一种生活里面 所谓刚刚分析的那些诗性 那些感受的部分就出来嘛 所以那一种敬临的方式呢 绝对不是我们现在 在学习的方式 那当然我们可以作为很简单的 读者的心情 所以在那一个阶段底下 这个研究生就可以跟出版社 张鸣基老师联系了 然后我们几个很努力在学 这个评量的方式 绝对不在现在的体制里面嘛 如果我们再晚生个几年 我们可能要重新改变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写那一套 新诗的解析方式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面对这个沉重的问题 因为这个题目非常清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星呢 最重要的是要 星起 感发 那感发到底要 现在的环境里面怎么感发 然后呢最后呢 星最后要求的是自得 也就是说 读者在他感受师的心灵之外 他必须内心要有所感受 要能够自在 那如果说你要感发跟自得 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怎么谈 所以昆良呢 一直面对我们现在的知识的环境 学习的环境 在谈很多的理论性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思考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 当我第一次知道说 那么在中文学习里面 当我们要传递这一些古典的东西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最深刻当然就是 以前呢 师资的培育都是在示范体系嘛 后来呢 各大学都可以有 这一个师资的培育 那当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作为老师呢 就必须要去看学生 所以我们去看我们的学生 在国中市交 我第一次静静的坐在后面看 我们的学生刚好在教 《空山心以后》这一首诗 几句话而已 二十个字 他要用三节的时间来讲这二十个字 那时候他第一节我坐在后面听 然后呢 他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结束 那学生参考书也都有了 课本参考书 然后他这样讲 那讲完在讲解的过程里面呢 学生走来走去发呆了很多 那时候很早以前 跟现在不太一样 可是你会发现说 那诗呢到底在哪里 也就是说呢 老师一个字一个字的课本 虽然有了解释 然后他还是要抄一遍 前一阵子不是在讨论说 考解释是不是要跟教科书的一样 解释 理解东西 到底我们要怎么评估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当时候我就跟学生 讲完一节 他的才差不多讲了 还没有把整首讲完 还要移到下一节 我那时候就跟我的学生讲说 空山心以后 这一句开头 你要怎么样引导学生 诗到底在学什么 也就是说 不外是你的感觉 跟你的语言的使用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空山心以后 揭露了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情境 那一阵子刚好是 台湾有一点缺水 很早以前的缺水 所以你说第一次看到下雨 然后在一个空旷的地方 在秋天 这几种不同的因素 错误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想什么 我就跟学生 跟那个已经在那边 试着要讲解 这二十个字的学生说 你其实很简单 就从情境召唤嘛 然后你何必要花那么多时间 学生都有参考书 字迹都解释完了 你其实应该要问他 那么你的感觉是如何 诗 假如要召唤感觉 最后要成为你的语言 也就是诗者如诗嘛 对不对 你要召唤 那个语言才会有深度 才会有感染力 那你只要在教材里面呢 我们说要编 要编三节课来教一首诗 那你如果说很简单呢 二十分钟讲完以后 你讲各式各样的诗 所以凭两个方式变成 我们现在在做文学教育里面 最大的问题 刚刚也有讲过嘛 至于德智体群 最后只有智 而且智只有考试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那时候第一次感觉到说 那么这样的一种教学的方式呢 我们如何改变 那这个绝对是中文学们 自己要试着 就是说我们培养出来的 第一线的老师 从基层的一直到高端的 到大学里面 对文学对古典书 这个是一个重大的传统 那么这个我们要如何能够回应 这个是大概从那一次 看学生在试教以后 其实我们一直是 比较在意的问题 那更主要是 我们年轻的时候跟着昆良 在张孟基老师旁边这样子游走 那真的是游于意 就是没有任何的压力 然后这样子感受到说 那里面有一种生命的特质 非常自在 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的 有时候看现在的 年轻的同事呢 我们这样笑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入轮回了嘛 不需要接受评量 不需要接受 可是看着他们 每一年要做评量 要把自己的成果 做一个annual report 那你会觉得说 知识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啦 就是跟自己生命 稍微没有关联的 如果我们现在想一想 空山心以后 你要想 你要怎么去描述 那个场景 然后你的语言绝对 跟日常的语言完全不一样 那生命跟语言同时是在提升嘛 不会看我们现在 尤其现在这种 语言的环境底下 这个网络酸民 很容易取得影响力 那我们要怎么办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这些古典的传统 如何要进入当代的心灵 我们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样 诗经读完读楚词 然后一直读下来 没有 从小学开始 是小猫叫小狗跳那样开始的 它对文字本身的触感在哪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文学教育 因为今天这个 到最后呢 要做生活诗人 我一直都没有做到生活诗人 我就是解读者 所以呢 那时候就想说 有唐娟老师 有唐娟老师 他们觉得这种创作的经验 他可以讲更多 那我只是作为一个阅读者 我从来不会忘记 我第一次在清华 一个教诗选的老师 因为休假 然后呢我就 大家都说你是研究诗的 诗选应该你来教 清华是诗选没有习奏的一个设计 而且只有一学起三学分 我就说好 我来带带看 我从来没有教学评鉴里面 得到那么低的分数 我在中文系教诗选 第一次告诉我们学生 要怎么样 拆解的方式 包括修辞的格式 什么什么都讲完 然后呢 学习末的教学评鉴呢 我第一道 其实自己都不敢相信 所以后来我就不教诗选 纯粹做研究 因为那个感发的力量没有了 感动的力量要像坤娘那样 所以我想简单来说 就是那一种存在的感受 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 如何要能够重新召唤出来 然后同时它不是诗而已 它同时是语言 它同时是我们的生命情境的揭露 所以你可以诗者如诗看到一个东西 你要感觉 你要说出来 那诗的确是最为经念的一种文字 那在古典传统里面 它可以给我们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年的语言 然后呢另外 假如像坤娘那样 我们可以告诉底下的人说 你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就是重编一个唐诗的选本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唐诗的选本 我们现在如果还在用唐诗三百首 是代表我们这一代人不够努力 不过我们遗憾很多 跟坤娘都一直要写一个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批评史 然后呢走到时间的尽头发现 连第一章都还没有写 所以我想我就简单回应 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 主持人 老师 请坐 老师 请坐 其实我要替财老师补充一下 财老师在清华是得过两次的杰出教学奖 他就是很能够感发学生 很重视这个文本跟生活的一位诗人 诗选应该要搭配席座来相互帮助他去理解 这个应该是这样子 其实蔡老师从如何读诗还有教诗这个方面 讲了一些他的观察感受 这个也很有趣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 我今天在座的来宾也很踊跃 不晓得有没有哪一位来宾要提出问题来跟台上的 岩老师或者两位老师进行对话的 好 请 老师好 虽然老师刚刚在演讲里面说了很多诗应该要源于对于生活还有生命的感发 但是呢我们也发现现代诗很多创作者他们可能就真的写诗的时候 只写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小感触 然后诗少了一些语言的凝练或是语言的美感这样子 然后呢读者也慢慢的越来越无法去接受复杂的语言组织 只能读这些很片面的感觉的抒发的这种短小的文字而已 那以这个生活诗人的观点来看的话 我们身为中文的研究者或是文学的爱好者 我们怎么去看这种现代社会里面文学越来越浅显越来越浅迭的这个现象呢 谢谢 现在诗人 刚好刚好讲这个问题 刚好 现在诗人 我今天来很放心是因为左右都有创作经验那些截然成家的人 所以我就说绝对来没有问题 来 请 我想您所说的浅迭也许有两双面性 一种就是说把诗给生活化 这个也许是正面的 就是说让大家能够懂 然后那个语言 除了研究者有自己的语言之外 大众或者社会也有一种理解的语言 这两种有时候要寻找平衡 我感觉到严老师刚刚有涉及到这个面向 就是说有些语言不能只有我们学院里面的人懂 说承认你是很好的学术研究 或者很高端的思学 可是有时候诗的本质应该是 大家都共通的那个诗心 那所以那个部分可能是可以理解的 然后诗虽然老师提到说诗有一个本心 然后诗有时候可以跳过格律 跳过外在的规格 可是诗还是有一些技术跟训练 所以好的诗教他 他一边训练技巧 但是他不会忘记要训练诗心 那我想老师今天谈的是说 这个人的失意心灵 创造性的那个直觉 不能够去磨灭掉他 但是呢也不能说把语言弄得太粗糙 那语言要不粗糙是要训练 所以也许你说的那个浅叠的东西是 用一种粗糙的语言 很及时的语言 很快速随便的语言 然后讲一种很容易得到 多数人网民双大家按赞的那种语言 或许那样的东西 那也许这种东西 是我们是可以要求他可以更 诗能染是心灵的提拔 而不是说去敷衍大家这样而已 比如说诗是心嘛 我们说是一个感发的状态 那我们想想 唐娟的诗集叫做《柯南》 当我说我讲到这三个字的时候 我是不是很有感性 有啊 他要心我要变成什么 我要写成一首诗 在古典诗里面 柯南绝对不是一个题材 因为从来不出现嘛 在古代的生活情境底下 这些东西不在 那现在如果碰到这样的话 你说心 我们是说要感发 那感发的方式呢 你有很多种啊 像我以前有平交道 你们现在越来越少嘛 当平交道那样的灯 在闪烁的时候 你其实是有感觉的啊 像我们以前在 从南部要搭火车上来 那就一个旅程 那是一个旅途 可是你看到那个平交道之间的 那个一闪一闪 那不就是一个新的对象嘛 那你有没有引发出来说 我是要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现在当然以前是讲自然嘛 试食动物嘛 对不对 是季节变化 会可以感动人 所以他可以有一些 不同的感受的触发 那现在人呢 他可能从小 对小金当 对平交道的感受 比对自然的感受要多 因为我们的父母亲 从来 现在的父母啦 在忙 他很少说带个小孩出去 让他去感受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感受的心灵 如何能够在他的创造的生活里面 去发挥作用 英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 他的父亲一直强迫他 读哲学的东西嘛 最后他发现他没有情感的教育 所以整个的思想在这一个地方 他发现他的一个困境 也就是说呢 当我们在自性的发展 读一首书是要考试 而且要用三节 后来收短了 要两节交一首书 那你何不在这两节里面呢 可以让学生多多的去发言 找更多的诗 让他朗诵过去就好 就是那个逝者如斯那一刹那的感受 他如果被引动了 那他就是开始不一样了嘛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为什么要读文学作品之后 那个感觉就不同了 因为你重新看到不同的事物 感受到不同的感受的方式 那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就出来嘛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当时候 现在的整个的评量方式 从大学端一直到中小学 然后一直不断在翻转 什么素养这些东西一直在变 可是最简单的那种情感的教养 阳光 空气 水 生命在那里面 如何能够滋养 这个其实是最根本的问题 那感受呢 当然是嘛 阳光 不同的阳光 不同的草坪 那个光跟影就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意思是说 柯南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开场的题目 让大家回去试试看 用这三个字起心 你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出来 这是古典的文化世界里面不会有的 所以我们像坤阳说 柯南 你会联想到什么 好 交给你 那个刚才那个问题 其实是现代诗长久以来的问题 它不只是现代诗的问题 其实是古来所有文学都会面对的问题 就是群跟己 群就是写出一个比较普遍共同的人生经验 还是写出你自己个人非常特殊的 内心的某些经验 这两者到底是怎么去搭配 才能够有自己的情感特色 但又能够写出让大家都感同身受的 这是一个始终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形式和内容的问题 内容是原有物写的到底是什么 形式就是原有序 去怎么去写 是属于技巧的问题 那这两个之间又怎么去平衡 这是从古以来就在争论的 那其实都往往会各有首篇 比如那些像古代的古文家 你不管像比如说那个王安史 他就是非常强调这个用很重要 文章要有用嘛 那就是当然跟政治教化社会 他写的内容是如此嘛 所以语言扑左没有关系嘛 扑扑左左的就好 那有些人他就会觉得说 那不行啊 那这样的话你言而不稳啊 行之不远啊 所以语言技巧还是很重要啊 但是有时候要过篇 以前讲得太过度的技巧化 那内容反而没有什么贫乏 这种之间的一个平衡 现在是因为反传统又西化 所以从这个季玄 他们那个现代社开始 到洛夫他们创世纪 那么到这个蓝星 那么那一段时间这种论战就非常多了 那大概现代师早期的一个趋向 为了表现出一种比较和传统不一样的东西 甚至从法国输入象征主义 什么超现实主义 所以对那个语言的技巧 意象等等都非常讲究到 不要说我们一般人看不懂 连他们自己诗人自己都看不懂 好像洛夫早期的有些诗 实在是 像《十四之死亡》也好 什么那些 他就很很悔设 非常悔设 那就是不太容易能够读得懂 那当然你说从艺术性技巧性来讲 很可能高度的艺术技巧 可是事实上也因此失去了一个大众可以接受的一种广度了 那但是文学永远都是在演变 诺夫晚期的时候就慢慢都在改 像他那个《月光房子》 那个《访唐诗》绝句 做出来那种很短的诗 语言就不会再毁塞了 但后来甚至回到中国传统 他说每读读一次 他的诗意就静静很多 所以他就慢慢让他的诗 又逐渐地能够写出更多大众的社会文化的经验 然后用稍微能够一般可以接受的话语去表达 所以简单讲 一个好的文学永远都是各书与普遍 要兼具即各书即普遍 各书就是所有的文学要有生命 一定从你自己的存在经验出发 开始 从你的感受开始 才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情感 但是你假如永远局限在自己 难难自语 讲的都是你自己懂的一些情感 你自己懂的话 别人看了我那关我何事啊 我干嘛读你的东西啊 所以你必须由自己小我 能够把经验扩大到你的遭遇 就是众人的遭遇 杜甫的诗就是这样 群己不二 他一切都是他的安死之乱 亲自守经历的经验 可是他是在时代里面啊 他不是在时代之外 所以那个时代是他自己 也是他的时代 那这样的文学就是第六文学 那难难自语通通不行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散文 写了半天全部是他自己 套心挖肺 讲的是他自己个人经验 那想到别人 你写这个干什么 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干嘛要读你啊 尤其他上了年纪的 上了年纪人证经验多了 读那些年轻的散文 完全读不进去嘛 因为东西全部都是 一个自己个人 伤春悲秋啊 那一点小小的情感没有 现代识也一样啦 好的现代识 流传下去的现代识 大家都会读的现代识 大概都能做到 极各书极普篇 这样才是好事 因为我们还有网路直播 所以很多在网路上的 刚才有了一个问题说 现代文学如何 不要那么浅的话 因为这个问题有点模糊 现代文学这个词汇 概念太大 是现代文学作品呢 像现代响文 现代诗呢 现代小说呢 还是现代学术 现代学术研究 现代的学术 那现代学术有的研究古典啊 现代学术浅碟化 就是说像一个小碟子浅浅的 那一个这个问题 以前大家谈过 是指现代我们学院里面 写的那些学术论文 都简谍化了 柯庆平就曾经写过文章 批评过这个问题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都是 写期刊论文 我那个年代没有期刊论文 不重视不是说没有期刊 那时候大陆杂志啊 东方杂志都有啦 但是我们那个时代 不以期刊论文为重 而是以专书为重 所以期刊论文 我们的升等论文 从来没有说发表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是理工 所以我说我们的学术制度 是理工给我们定出来的 因为人文的东西 很难用两万字 去解决多大的问题 两万字解决的问题 这小小的问题嘛 那你能谈什么呢 所以我是适应力最高的啦 很多老的都已经被淘汰了 我在期刊论文里面 我是领先的喔 真的领先 都是范本喔 那我的期刊论文 一样我也只能在它的规定底下 但是我期刊论文 常常一写就四万字 常常被退稿 被退稿的原因是说 写进来 两审都极力推荐 但是老师你的论文太长了 可不可以删掉一万字 我立刻回信 退稿 我论文可以删掉一万字 表示这篇论文是个烂论文 不应该极力推荐嘛 怎么拉笠巴说的 都写了一万字呢 这是什么时代啊 哪个字数来限制你写什么啊 我那个领个退稿啊 那退稿啊 那不在乎我的字数的人 就用特约稿刊登 所以我现在 我的论文现在都只能特约稿 我十二月份 会有两篇特约稿 在两个期刊 也都是 TLCI核心期刊刊登 都是特约稿 五万字啦 他们都接受了 我那个问题就是必须要五万字 才谈得完啊 不然你要两万字 所以我们今天的潜贼化 完全是被这个审查评鉴制度 害死了 被期刊论文害死掉 那我跟年轻人讲 我说你们现在申请国科会的研究计划 你要用一本书的构想 分年度去申请 你的最初的计划就是一本书 但是你把 假如你这本书有 主任有四章 那你假如两年起 你就 第二节 第一节第二节 就是前面那两年申请 三四节 就是这个 第二年再次申请 整本书构想 分年度去申请 将来构成回来就是一本书 它还是一本系统化的大书 你才能深入的去做研究 所以我非常没有办法能够去同意 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对待 人文学术的这样一种制度的集体材质 但是我适应力非常好 适应力非常好 你到底做过什么 你可以做更好 我来找到一个 我的重备 我来找一个 自由一致 我們一定要超越他 你才能成為第一流的人物 這個是我的答案 那這是唐娟的問題 唐娟有一本新詩集 哦 柯南 這個我看過 蔡英俊問 怎麼樣 昆陽面對柯南會起什麼樣的心 你剛才有問我這個問題啊 那唐娟你把那本詩集送給我 我來升一下 還有什麼 那邊 好好好 謝謝兩位老師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好 謝謝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圓滿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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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